大家好我是小群 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神貓大道系列的暗屬性的大獎 蜜兒 那這張卡的隊長技能是女王的力量 隊伍中只有獸類的話全隊攻擊力4倍 那那個木的那張的話是5倍 那另外這張的話額外增加全隊的回復力 而每張卡是增加400點回復 那這個六張獸類的話就是變2400點 額外增加2400點的回復力 那跟獸 跟木的那張的回復方式就不太一樣 木的那張是消瘦組符石來回血 來回趴數的 那這一張的話它是靠 可能要靠星珠這樣子 那隊伍中沒有重複成員的話呢 每回合消除符石的主數越多 全隊攻擊力額外提升越高 也就是不能帶復制人 那這個消瘦的combo越高的話 攻擊力越高 始祖可以達到最大的3倍 那如果條件有達到的話呢 其實單邊最高可以達到12倍 那正常來說應該也至少都有8倍 至少都會提升這個額外兩倍 至少應該會有8倍的單邊對擋的倍率 算是蠻高的一個倍率 那這邊來看一下它的隊伍技能的部分 隊伍技能的部分 生命力攻擊力回復力三圍 提升1.3倍 獸類 那另外額外加2秒轉租 也就是這張卡如果配光的話 配光的話 因為光的也有加2秒嘛 但光的加2秒是對擋技能 那這樣的話整隊就是9秒的轉租 那生命力攻擊這個三圍提升1.3 雖然沒有像木的 木的好像是提升生命力兩倍 木的是提升生命力兩倍 那這個沒有到木的血量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也已經很夠用了啦 也已經蠻高了啦 基本上就已經逼近龍類的血量了 那這個條件的話就是以他當隊長哥 然後以木的或光的當戰友 基本上應該是光暗配啦 應該不會光暗配 這樣子配起來有點怪 通常應該是光暗配 然後暗配 暗配 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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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前盾或者是會對你有造成這個威脅的 一級必殺的這種怪齁 你就可以開這個技能 他可能打你就是密石 那你在打他齁 你在他打你之前 你空轉那個三倍也不會不見 齁就可以等他打你之後 再打死他 那效果持續持續技能不會冷卻 這個還好 主要就是拿來防這些 像一級必殺的怪啊 攻前盾 隱身盾這樣子 所以覺得這張這個技能的話 對獸隊來說蠻實用的啦 就算你不需要他的這個前行 攻擊力三倍的一個 CD8增傷也是可以用的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有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